大家好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学习MindManager的基本操作 打开MindManager后 选择合适的模板 点击右下角的创建 即可创建一个MindManager文件 双击主题即可修改其中的内容 首先填写中心词 在核心主题上填上本思维导图的中心词 选中核心主题 按Enter即可生成一个一级分支 选中分支 按Insert键即可增加下级分支 选中分支 按Delete键可减少分支 鼠标右键主题 可对主题的样式、形状等进行设置 或者插入超链接 将文档或文件直接拉入MindManager中的 可以自动生成超链接 完成MindManager后 将其保存在适当的位置 这里我们将其保存在我的图表中 我们可以选择MindManager的展示方式 如干特图、幻灯片、或者预言等 这里我们以预言为例子 预言图表是以导航模式 让用户以全屏方式查看文档 在查看时 可以自动地展开和折叠文档 完成MindManager制作后 在文件中 选择导出 这里出现可以导出的格式 如PDF、SWF、图像、幻灯片、Word及网页等 这里我们选择网页形式 这时看到可以选择网页布局和样式 选择网页模板 确定 点击保存 完成后打开网页 这时网页就自动生成了 更多的MindManager的操作和小技巧 还需要我们通过不断地练习 才能逐步地掌握 本节课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大家的聆听